上一节呢 我们把布局 样式我们去处理了一下 这节课呢 我们从数据库 把它的数据给它获取下来 其实我们要获取数据的话 之前的课程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做 那么就是获取某一个用户的信息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close functions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函数 我们叫什么呢 get user 我们点击创建 我们去声明一个什么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DB 老样子 等于unicloud 然后database 我们获取数据库的索引 获取完成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在event里边 去给它接收一个 userID 那么这个userID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 指定一个默认值 我们就是空 那么这个userID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嘛 没有去做登录 所以我们去模拟了一个登录 我们获取到的一个useID useID获取到之后 我们去获取它的信息 用户信息 我们用cost userinfo 等于什么呢 alight db.collection 获取user 那之后怎么做呢 我们使用doc 我们拿到useID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get 这个写法 是不是我们之前一直都在用 那么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它 返回给客户端 其实就是我们获取到的 某一个用户的信息 我们给它一个code 200 然后message呢 我们是获取 数据成功 我们返回它的地零项 我们直接给它返回一个对象 而不是去返回一个数据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useID是空的话 不存在 或者它是空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给它直接return return什么呢 code我们给它返回一个201 message呢 我们是获取用户信息失败 我们这样简单的去给它处理一下 这样其实我们获取用户信息的云函数 我们就已经写完了 那么我们去测试一下 我们找一个userID 我们在这里呢 右键配置运行测试参数 我们给它一个userID 保存 保存之后我们右键上传 并运行 我们看一下结果 那么结果返回成功之后呢 把我们的用户信息在这里 我们就成功返回出来了 返回之后 我们在代码里面 我们实际上去获取一下 我们要获取一个什么呢 export get user 我们先去定义它的apf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了 但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去获取我们的用户信息呢 那么想一下 其实我们每个接口是不是都要获取用户信息 就是我们的一个userID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http这里面有一个userID 所以我们应该在全局最开始的地方 我们去获取到我们的用户信息 然后把userID 我们给它带到这里面来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接口请求呢 都会带着userID 所以我们应该在 app.vill里面 我们在unlens里面去处理 之前unlens我们已经说过嘛 它在全局只会触发一次 而且是在我们应用启动的时候 去触发一次 所以我们直接用 z4.dollarapm 我们在这里呢 去获取用户的信息 那么我们要给它传一个userID 我们就在这里呢 直接写上userID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写死就可以了 我们找一个userID 在这里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肯定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这里去写个备注 正常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先要去登录 比如说我们使用uni.login 我们获取一个唯一的token之类的 或者一个登录标识 用户标识 或者呢 我们使用后台给我们提供的登录接口 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获取到一个userID之类的 这么一个标识 然后再去调用我们的这个接口 我们没有登录 所以我们就模拟一下 我们已经登录成功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获取到这个userID 我们传给它就行 那我们把上面我们给它删掉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界面 那么我们数据呢 就获取成功了 可以拿到我们用户当前的所有信息 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信息给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传到个人中心的页面呢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Vuex 就是我们的状态管理 在这里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userInfo 那么下面呢 我们需要去给它去定义获取set userInfo 我们这里呢 留两个参数 我们先给它传入一个state 然后呢 是一个userInfo userInfo呢 就是我们外面传进来的 我们让state.userInfo 等于谁呢 就等于这个userInfo 最终我们再去定义我们的Actions 我们这里就叫setuserInfo 那么它也会给我们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对象 对象有一个commit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state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用不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补传 第二个参数我们叫userInfo userInfo是从我们刚才的app.vue里面 我们给它传进来的 传进来之后啊 我们用commit commit谁呢 我们commit上面 我们这个里面的setuserInfo 最后呢 把userInfo 我们给它传到这里面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为了保留我们的状态呢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需要去做一步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uni.storage setStorage 我们把它给它做一个持久化的储存 那么我们获取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不能在这里直接获取了 我们应该用uni.getStorage 去获取谁呢 去获取userInfo 就是我们下面存的这一个k 或者我们给它一个空对象 这项处理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么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回到app.vue里面 我们在这里拿到 先拿到我们的data 然后我们使用 this.dollar store dispatch set userInfo 然后我们把获取到的data呢 我们整个给它塞到我们这个里面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这个名字我们给它写错了 我们给它改一下 应该是setuserInfo 多了 多写了一个下滑线 我们给它删掉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获取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状态里 到底有没有 打开local storage 这里呢 可以看到我们存到的userInfo 在这里我们全都可以给它获取到 获取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回到我的个人中心页面 在这里 然后使用 先获取一下 import map state from voex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 在我们的计算属性里面 我们把它插到这里面 这里写个userInfo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想要获取的用户信息了 判断一下我们获取的对不对 我们就在unload里面 我们去打印一下 z.userInfo 保存 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然后刷新 现在呢 能看到啊 我们已经拿到了所有的信息 拿到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内容呢 我们给它渲染到我们的一面里面 那么就使用 userInfo 这个制度呢 我们给它干掉 userInfo 先获取我们的头像吧 头像是什么呢 userInfo .wat 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图 那么前面的头像啊 我们也使用它 加一个冒号 下面呢 是我们的作者名字 我们叫 userInfo.at userInfo.at 然后是被关注 那么被关注是什么呢啊 userInfo.at follow follow count 粉丝 我们之前获取过啊 userInfo.at fence count 积分呢啊 积分我们是 userInfo.at integro count 保存 然后看一下 那我们的这些信息呢啊 都已经获取成功 但是积分这里啊 有点问题 我们看一下 是哪里啊 拼写错误 那么看一下 我们这里是不是啊 就没有返回 啊 有返回 把它拿过来 是因为它给我们返回了一个空 如果是空的话啊 我们就让它去显示零 这样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那么这样呢啊 我们就把我们的信息 啊 获取下来了 获取完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需要去给它改一下 那就是我们在去请求接口的时候呢 啊 在这里 我们这个userInfo.at 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刚存起来的那个就可以 然后我们先给它 获取一下啊 怎么获取呢 store from 我们先获取一下我们的啊 状态管理 啊 vuex 啊 点点杠 获取完之后啊 我们在这里 我们怎么去用呢 我们把它删掉 start.stat.user.info.id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了 啊 我们这里是import 那这样呢 啊 就没有问题了 我再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点击首页 我们去请求一下 看一下 现在呢 还是可以去请求成功我们的数据啊 说明我们这个写法是没有错误的 这样我们就处理了我们useID的一个问题 我们下期训建训 Generic 这个写法就是学必了在这儿 我这儿想接着我们的侍应 我们下期训建训时明 我们下期训建训这儿 我们下期训建训